好今天我们的架设免费又专业的部落格课程 已经录到第31章了 哇终于啊 预计可能会录到40章节以上 然后因为它细部的调整还蛮多的 不过你看到第20几章的时候 应该差不多的网站雏形都已经出来了 而且也蛮漂亮的 如果你有在跟着那个步骤操作的话 然后一张一张放上去的话 其实就蛮漂亮的 那我们今天录的章节 进度大概跟各位已经有购买的同学报告一下 右边右侧栏今天主要专注在右侧栏的这些功能的新增 这个右侧栏有些东西是蛮重要的 比如说教学篇 这个教学不是文章类别 文章类别那这个分类是教学篇 刚念错念到教学篇文章分类 文章分类是它摆在右侧栏 它的用意其实是很很重要的 因为在SEO就是搜寻引擎优化 Blog 那个 那个什么 搜寻引擎在搜寻你的网制的时候 搜寻你的Blog的时候 它是有分阶层顺序的 就是 比如说Google搜寻引擎 它有那个爬行蜘蛛嘛 那个Spider 它去搜寻你的文章 整个网站的时候 它是先找到你上面的这些 第一个就是你的网站名称嘛 然后再来就是找到这些上面的选单项目 然后这些选单再下来呢 又有你的类别 所以你写文章不要一股脑的一直写一直写 而不去做分类 这是很不好的 你要去做分类 这些分类的类别呢 也是关键字哦 也是关键字哦 所以这个类别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分 然后根据类别之下 还有各篇文章 文章的标题也是它会搜寻的关键字 所以它的搜寻顺序是从上而下的 所以你这个类别一定要好好的去分 然后呢 把那个类别放到右侧栏 那今天有讲到说你可以用下拉的类别 什么状况要用下拉 什么状况要直接列出来呢 就是你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个已经有700多篇的blog 那文章700多篇了 所以我也一定要用下拉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用这种下拉bar的话 它会拉得很长很长很长 从上面直到下面 那这个网站会这样一直卷卷卷卷不完啊 对那个访客来说会很困扰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下拉bar 这个是在你的类别很多的状况下 那如果你类别不多的话 比如说 你可以不一定要用这种下拉bar 比如说看一下 像这样子的文章类别 假设一二三四 我就只有四类 那我就顶多就四行嘛 那你还可以去做阶层 今天还有讲到阶层 比如说换灯片摆在教学片的下面 那它就有这个阶层的设定 可以这样做显示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分类云 这个分类云就是 比较多文章的字就比较大 文章比较少的字就比较小 像这个换灯片这个文章 只有一篇嘛 这边刚好有数字可以做对应 数字越小的这个字就越小 这个就叫分类云 如果你的类别分很多的话 你可以 比如说我要有三十个类别 通通绣在这上面 这边就会绣三十个字 三十个关键字 然后文章越多的字就越大 可以看一下我自己这边的 我自己这边的文章分类 你看 这样就很清楚 用人的肉眼去看了 网路行销 网路创业 这两个 这两个类别的文章是最多的 所以字最大 Evernote我可能只写了一篇吧 所以就字很小 所以这个是分类云 或者是另外一个叫标签云 你的标签跟分类都是属于分类的一种 那这边可以放标签云 或者是放分类云都可以 你可以两个都放 但是这样就太乱了 不建议 好 这个搜寻这个蓝光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只是搜寻文章的标题而已 它也可以搜寻什么 譬如我搜寻一个 我刚刚搜寻一个推文 两个字 推文 然后按一下Enter 推文 然后你点击进去 你看它只搜寻到一篇文章 你看推文 这个是这篇文章的内文 所以它可以把内文的文字搜出来 甚至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叫特色 特特会价吗 查看特会价 查看特会价 Enter一下 它找出两篇文章 然后你看最奇最最最最有趣的是这个 点击进去之后 查看特会价 这个是图片 这个不是文字耶 这个是图片耶 这是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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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文字 那里面没有任何查看特色图片的文字 为什么它可以把图片 它有办法去辨认图片吗 怎么会这么厉害 为什么可以找出这一篇查看特会价 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会教你 好 再来就是这个IG IG的照片可不可以直接秀在你的Blog的右侧 因为现在年轻人用IG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如果你要做那个三十几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的市场 那你IG一定要去使用 那你就可以把你IG直接迁入在你的Blog右边 然后还有这个粉丝团 很简单 这粉丝页 整个粉丝页把它迁入到你的右侧栏 你的Blog的右侧栏 那它就可以一边看你的文章 还可以一边看到你的最新动态 甚至我们还有交到把你的这个文章 和你这个你的Blog和你这个脸书串联起来 所以你仔细看喔 我这里面的文章其实都是我这个Blog的文章 因为我把它串联在一起了 所以当我Blog发布一篇文章的时候 它就自动贴到我的我的这个粉丝专页去 因为我把它串联起来了 那你还可以串联其他的平台 那你一登出去 比如说LinkedIn也可以 串联之后你登出去 那LinkedIn或者是Twitter那边 文章也会跟着同步过去 这个我们里面有交 还有你可以迁入Vimeo影片 或者是YouTube的影片 或者是迁入图片 那今天先介绍到这边 这个是今天的进度 就是把右侧栏一些比较 我觉得比较重要 一定要使用的东西都把它放上去 OK 那对我们这个免费架设 部落格网站 专业的部落格网站 有兴趣的同学 这是内容创业非常重要 这不只是趋势 而且是现在是 内容创业真的非常重要 那有兴趣的同学 赶快点击下面的按钮 详细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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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